大家好,我是阿維藍奇的某A。 這次又回來錄MiniMetal的高分挑戰視頻, 自從上次遊戲更新後,巴黎這關的數值也做了修改, 所以今天就挑戰下修改後的巴黎, 看看能達到多少分。 那麼,我們就開始吧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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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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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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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色的1号线弄两个两车厢的列车就足够了 不过1号线线路方面 目前东面有连续4个圆形车站 这只是临时处理 等会让蓝色的1号线和归红色的4号线分下流 尽量还是遵守线路上连续相同形状车站的数量 不要超过两个的原则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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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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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